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C-Shop面向对象编程的系列课程 今天我们要讲的知识点是密闭类和密闭方法 那么首先来认识一个关键字叫做sealed 那么sealed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密闭密封的意思 那么如果一个类被sealed来声明 那么它就是密闭类 如果一个方法被sealed来声明 它就是密闭方法 那么为什么要有密闭类和密闭方法呢 为什么要创造这种语言机制呢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类可以派生 它的子类子类又可以派生子类 就像大兔子可以生小兔子 小兔子再生小小兔子 小小兔子再生小小兔子 是吧 子子孙孙这样生下去 直到有一天 那么生出一只兔子来 这只兔子发生了基因变异 那么它会破坏生态环境 那么吃草比别的兔子多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希望它再生小兔子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生命为sealed 是吧 这个时候它就丧失了派生子类的功能 那么这个时候 也就是说有些类 我们不希望他人通过继承来修改 也就不希望再派生出子类 那么比如说我们的stream 我们system里面的stream 就不希望我们的用户再派生 再通过继承它来扩充它的功能 这个时候就生命为sealed 那么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密闭方法呢 比如说我们就像一部电影 我们想拍续集 但是观众已经看腻了某个演员 看腻了某个故事情节 我们不希望这种事情再在续集当中再发生了 我们希望启用新的演员 是吧 更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来拍续集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禁止某种方法 某个演员重新登上这个电影的续集 那么就要把这个方法生命为sealed 不希望其他人再重写该方法 好 这个演员演到这部片 演到这个是吧 终结者二的时候 好 OK 停止 终结者三不用它了 那么就把它在终结者二的时候 生命为sealed 那么我们还要注意一点 在密闭声明密闭方法的时候 如果一个鸡类 如果一个鸡类不希望子类对其重写 那么我们不生命为窝球就好了 但是如果它是一个派生类 那么它的某个方法本来就是override重写 我们不希望在派生类的派生类当中再重写了 我们就同时sealed和override同时出现 同时声明这个方法 那么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我们在我们之前的例子基础上 继续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之前有狗是吧 狗有speak 那么狗大多就是往往叫的是吧 应该说绝大多数是吧 除了少数基因变异的 狗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方法 我现在把它加了一个sealed 加了一个sealed方法 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不能再派生子类了 不能在子类当中重写该方法了 那么因为所有的狗它都是汪汪叫 不可能再出现别的什么叫法 是不是 我们就sealed 就把它密封就好了 虽然它可以重写 但是因为它派生自宠物 不同的宠物有不同的发生方式 但是对于狗这个类来说 到此为止说话方式只有一种 就是汪汪 无非声音 无非汪汪和汪汪汪的区别 对吧 没什么其他的区别 所以说也sealed 把它到此为止 好 假如我们现在在狗的基础上 又派生了一个拉布拉多 是吧 这个这种特别聪明的狗啊 在海边帮助渔民赶鱼的一种狗啊 所以就像边境牧羊犬 是帮助牧羊人放羊的一种狗 那么这种狗呢 它也是一种狗 那么它说话的方式也只能是 另一个对不对 它只能是汪汪 是不是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在通过override 来重写该方法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里编译器告诉我们 是吧 继承这个speak的是sealed 所以无法进行重写 我们编译的时候 你看也会报错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能再重写了 注意这两个密闭方法的时候 它们是同时出现的 好 那么 那么既然不能重写 只好去掉了 因为所有的狗都是汪汪叫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运行一下程序就没问题了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密闭类和密闭方法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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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